试评赛开幕呢还有21天的时间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点将路特丹 中国乒乓球男队呢 昨天公布了出征路特丹试评赛的队员名单 来看一下男单的七名选手 这当中呢包括王浩 马林 王立琴 许新 张继科 马龙和陈启 而参加男子双打的三队组合呢 则分别是马林 陈启 王浩 张继科 马龙和许新 而好帅 严恩和张超则是入选了混伤的名单 其实呢在这份男单的名单当中呢 大部分人的出现呢应该是不出乎人们的预料的 只是其中有一项呢就是好帅 未能进入男单的名单 多少人感到有些意外 而为此主将领刘国阳也是特别的做出了解释 他们八个人的这种竞争嘛 这里头好帅在里边对外的成绩啊 相对还是最弱一点 因为从近期的这个比赛啊 包括以往的这种比赛里头 在这种国际这种大赛里头啊 这个陈启啊可能还是好迂算好帅 所以呢好帅呢 等于最后没有入选单打啊 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教练组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 可能好帅自己呢 他也能够感觉到 因为一直在八个重点的这种竞争当中啊 他基本上一直是在八号这边这种在徘徊 我觉得但近期好帅训练还是比较这个努力 他每个人的目标不一样 因为好帅你要想让他参加明年的这个奥运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更大的目标应该是什么 先从世界冠军做起 从世界冠军从什么做起呢 从混双做起 在三组混双组合中 好帅将搭档木子 另外两队组合是张超与曹珍 延安与冯亚兰 以好帅的实力 他和木子将是夺冠呼声最高的一队 最后呢 刘国梁也强调了 参加混双的三名队员 一定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密切的关注球拍检测的问题 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代表中国队出去比赛 绝对不能因为球拍而影响了比赛 双打配队里最让人关注的是王浩和张继柯 王浩是中国队奥运阵容的最重要成员 让张继柯和王浩配队打士兵赛 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教练组对战奥运的意图 还不是最理想的时候 因为可能还要通过后面还有一段的训练吧 就慢慢就沟通 因为毕竟虽然说我们两个人拿了这个亚英卫冠军 但是从对手上来讲都不是特别强 所以要这种通过实键赛 跟队里的这种对手去竞争 在一个还要跟国外的一些欧洲的一些运动 再去打 这样的话才能把一些暴露出一些问题 包括好的不好的一些方面能够体现出来吧 确实跟他配还是压力比较大 因为可能也像刘老说的 教练组最关注的 也是跟王浩配的这个人 压力还是比较大 可能真到比赛里面 我认为我俩这种沟通 包括球一球这种衔接 包括互相了解还是可以 王立琴和马林入选这份名单 其实并不意外 毕竟两个人有着非常丰富的大赛经验 其中尤其是33岁的王立琴 能够在高手云集的乒乓球队 力足靠的是刻苦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 而作为球队的精神领袖 他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 平日里 健身房是王立琴最爱的地方 33岁对运动员来说已是高龄 但王立琴的身体素质和身体机能 依然不逊于90后的小队员 这与他酷爱的身体训练是分不开的 隔上三四天 大力就得和体力教练来上个 魔鬼训练 不论是在力量练习上 还是在平常的心灵中 大力都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 在队里 王立琴也被视为精神领袖 王立琴一直是队伍的精神领袖 这个上进的这种精神 向上这种精神 永远不放弃这种精神 他到目前为止 王立琴还是做得最好的 老运动员和其他年轻运动员的区别 就是他要面对更多的社会活动 和自己的感情生活 最近王立琴的感情生活被吵得沸沸扬扬 但是他自己却不处理得清清楚楚 离比赛越来越近自己的身心 可能基本上想的全是自己的比赛 包括怎么样能够把自己的状态能够调整好 这也需要对方的一些理解和支持 对我想相互之间可能都需要理解跟支持吧 可能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说 可能相互之间彼此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可能平时沟通时间也比较少 可能更多的需要的这种对对方的这种支持跟鼓励 在训练基地的墙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王立琴是三届世纪赛冠军 拥有14个世界冠军头衔 过去的2010年 王立琴落选莫斯科市平赛 也没有参加广州亚运会 但他仍然默默的坚持着 刘国梁曾说过 中国队这些优秀运动员就应该享受乒乓球 享受比赛 但这恰恰也是王立琴没有达到的状态 王立琴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 很多时候他都把自己和外界隔绝起来 不受外界的影响 只是不断地坚定自己的信念 在不断地完善自己 路德丹世平赛是王立琴参加的第八次单向世平赛 不管他在路德丹的成绩如何 三冠王的到来 必定会成为世平赛的一道风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